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变化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最新的地缘政治动态, 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在南中国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海空军演, 这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附近组织了一次, 海空联合战巡被侍卫是对四国军演的直接回应。 这场军演和战巡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菲双方更是在最近的对话中强调了对抗中国威胁的决心, 并宣布了重大的军事资助计划。 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再度成为焦点, 各方立场依旧对立,未来局势将充满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波光淋淋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8月7日,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在这片争议不断的水域展开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联合军演。 此举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也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菲律宾军方称,在军演开始后,三艘中国海军舰支对演习舰支进行了尾随跟踪。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监测到中国海军舰支在演习区域附近活动,但并无所谓的联合战巡。 这次海空联合军演是四国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军事合作, 目的在于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并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 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军事首脑在联合声明中强调, 他们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 然而,中国解放军也在同一天,在黄岩岛,国际上称斯卡伯勒浅滩, 菲律宾称马辛洛克滩或帕纳塔格礁附近组织了一次。 海空联合战巡 中国官媒人民网报道称,此次行动旨在检验战区部队的侦察预警, 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展示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实力。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 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 此番言辞无疑是对四国联合军演的直接回应, 显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涉及中国、菲律宾、台湾、越南、 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多个国家的主权争议。 近年来,中非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争议海域频繁发生碰撞和武力对峙,局势一度紧张到白热化的程度。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在谈到此次联合军演时表示, 这次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为了表达对。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集体支持, 尽管听起来温和,但背后的含义却不容忽视。 在美菲等国举行军演的背景下, 中国的联合战巡显然,是一次强硬的回应。 黄岩岛距离菲律宾旅宋岛约240公里, 距离中国海南岛近900公里, 是一个三角形的珊瑚礁和岩石构成的丰富渔场。 2012年,中国派遣海警船只夺取了该潜滩的控制权, 并一直强力驱赶到那里捕鱼的菲律宾渔民。 此次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骑在南海的实际控制力, 也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 上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在马尼拉 会晤了菲律宾外长和国防部长, 双方宣布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 帮助马尼拉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构成的威胁。 这笔援助将涉及强化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防卫。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托马斯浅滩, Second Thomas Show中国称人爱骄, 菲律宾称阿云金浅滩附近的冲突和紧张近期升级。 今年6月,双方发生了一起最严重的对抗。 菲律宾军方称中国出动多艘海警船, 对正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进行围堵, 骚扰,甚至冲撞。 中国海警人员还用大刀斧头等物捅破菲律宾的弃船。 冲突中,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失去一根手指。 在各方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 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南海局势的发展。 中国,依据其历史地图宣称, 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其九段线地图的最远端距离中国大陆海岸超过1500公里, 侵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 海牙长涉重裁法院2016年裁定, 中国依据历史上的九段线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 但北京拒绝参与这一由菲律宾提起的诉讼, 并无视此一裁决。 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硬态度, 菲律宾公开要求中国开放斯卡伯勒浅滩接受国际监督。 菲律宾指责北京摧毁该岛礁的海洋环境, 并可能就此提起诉讼。 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海警船 推动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 尽管过去中国军队也曾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部署, 但这次海空战巡显示, 中国变得更加激进和强硬。 南海问题不仅是一个地区争端, 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美国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 双方都在展示各自的实力和决心。 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来说, 他们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 既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 又要避免卷入大国冲突。 此次美菲加澳联合军演和中国的联合战巡, 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未来, 南海问题将如何发展, 仍需各方冷静应对, 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解决之道。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南海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 而不是军事对抗。 然而, 现实情况是, 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差异巨大, 短期内难以找到妥协的方案。 解放军在黄岩岛附近的联合战巡, 是对四国联合军演的直接回应, 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一事件, 不仅反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也展示了各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博弈和战略考量。 未来, 南海局势的发展仍将充满挑战, 各方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 寻找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面对南海局势的复杂性, 各方都在试图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 解放军的迅速反映表明, 中国不会对任何可能威胁其主权和安全的行动, 坐视不理。 未来, 各方如何在南海争端中找到平衡, 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 上面那段戏码可真是紧张啊。 好似一场海上大戏, 菲律宾、美加澳四国联合军演, 那可是头一回, 不仅吸引了全球媒体的聚光灯, 还引来了三艘中国海军舰船的尾随跟踪。 场面真是刺激, 就像一部动作大片, 大家你追我赶, 谁也不让谁。 四国军方声明表示, 维护航行和飞跃自由权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还强调要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行合作。 看得出, 为了这片海域的自由通行, 大家都变成了好机友。 不过,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也不甘示弱, 立马在黄岩岛附近组织了一次海空联合战巡, 硬是要展示一下肌肉。 据说, 这次战巡是对四国联合军演的反制行动。 菲律宾方面还特别指出, 除了那些常规的中国海上民兵船之外, 他们没有监测到其他的所谓演习或战巡活动。 看来, 这一波操作可是双方的你来我往, 热闹非凡。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上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的马尼拉之行。 人家不仅和菲律宾高层会晤, 还送上了5亿美元的大礼包, 帮助菲律宾加强在南中国海的防卫。 简直就是送温暖, 送关怀, 让人感受到美菲之间的铁哥们情谊。 不过, 这份大礼背后也藏着美菲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 要知道, 最近菲律宾和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冲突可是愈演愈烈, 连补给任务都显向还生, 双方的对抗简直像是一场现实版的海战。 回顾历史, 中国依据其历史地图对南中国海提出了广泛的主权声索, 但2016年的海牙仲裁裁定中国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对此结果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 还在斯卡伯勒浅滩和其他争议区域上进行了强力控制。 菲律宾则一直在呼吁国际监督, 甚至可能提起诉讼指控中国破坏海洋环境, 简直就是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此次四国联合军演和中国的联合战巡, 无疑是双方力量展示的一部分, 各方都在南中国海这片风水宝地上争夺地盘和国际影响力。 美非加澳的联合军演看似是为了表达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集体支持, 但背后却有深厚的战略意图。 中国则通过战巡展示了其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响应速度, 用实际行动表明搅局者休想得逞。 南海问题不仅复杂多变, 还涉及多个国家的利益和历史纠葛。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各方需要更多的对话与合作, 而非简单的军事对质。 然而, 现实是各方在南海的利益和立场差异巨大, 短期内恐难找到妥协方案。 未来南海局势的发展仍将充满挑战, 各方需要冷静应对, 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和平的解决之道。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和气生财的道理, 别让这片争议的海域成为对抗的战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四国联合军演简直就是为了秀肌肉嘛。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你们这是在南海搞海上嘉年华吗? 你们还真以为自己是海上霸王, 能随便在别人的后院里开派对? 这次演习摆明了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难道你们真以为中国就会乖乖地让你们在家门口耀武扬威? 哎哟,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中国是个可怜的小白兔似的。 现实是, 中国在南海可是霸道得很啊。 你们2012年占领斯卡伯勒浅滩, 驱赶菲律宾渔民, 搞得像是自家后花园一样。 谁不知道你们在南海的九段县 主张被国际法庭判了个没有法律依据。 嗨,这些事情难道你们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哎哟,谢琪琪。 别以为国际法庭的一张纸就能改变历史事实。 中国的九段线可是有历史依据的。 再说了, 你们那些所谓的联合军演, 不就是找个理由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吗? 美国那个世界警察哪有利益就往哪跑, 还拉上几个小弟, 看得我都想笑。 楚天书,你们的历史依据也不是什么圣经吧? 2016年国际法庭已经明确说了, 中国的九段线没有法律依据。 再说了, 你们在南海建人工岛, 部署军事设施, 不就是想霸占整个南海吗? 我们四国联合军演可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 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别忘了, 南海可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你们以为你们的海上长城就能挡住全世界吗? 谢七七, 你们那什么维护航行自由的高帽子戴得也太高了吧? 自由航行不等于自由侵略。 你们这次联合军演, 明摆着就是想对中国施压, 制造热点, 破坏地区稳定。 中国的军事演习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让你们这些海盗在南海胡作非为。 嗨, 楚天书, 别急啊! 说我们是海盗可真是冤枉啊! 我们四国军演的目的公开透明, 就是为了表示对国际规则和法治的支持。 你们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才是破坏地区稳定的根源。 大家都在看呢, 我们可是有理有据, 不像你们, 靠着历史地图就想霸占整个南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8月7日, 菲律宾与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 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联合海空军演。 这次演习, 是四国首次在这一敏感区域内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并且强烈声称旨在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演习地点, 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参与各方强调了共同应对海上挑战、 维护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决心。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中国海黄岩岛及斯卡伯勒浅滩陈附近组织了一次。 海空联合战巡作为对四国联合军演的回应, 中国称此次战巡目的是检验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打击能力。 中国的这一行动被视为是对美飞等国军演的强硬反制。 南海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牵涉多个国家的战略利益。 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提出主权声索基于其九段线地图。 然而, 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这一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 尽管如此, 中国并未接受这一裁决继续在南海进行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黄岩岛上的军事部署。 菲律宾则在过去几年中频繁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军事演习, 以展示对中国主权声索和军事行动的反对态度。 此次演习前, 美国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军援, 旨在帮助马尼拉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 这一援助计划包括强化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防卫能力,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2012年, 中国占领黄岩岛并驱赶菲律宾渔民。 近期, 双方在第二托马斯浅滩, 仁爱礁附近的冲突尤为激烈。 今年6月, 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对飞方船只进行围堵、 骚扰, 甚至使用暴力工具攻击, 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受伤。 菲律宾和中国虽然在7月达成了一项临时安排, 顺利完成了一次补给任务, 但整体局势仍不稳定。 菲律宾外交部指责中国破坏黄岩岛的海洋环境, 并可能提起诉讼。 此外, 菲律宾曾公开要求中国开放黄岩岛接受国际监督。 对南海问题的争夺不仅限于中国和菲律宾、 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地区也在南海拥有各自的主权声索。 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通过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 这些行动往往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此次美菲加澳联合军演和中国的战巡显示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姿态。 南海问题不仅是地区争端的焦点, 更是大国博弈的前沿。 未来,南海局势将如何发展, 取决于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和谈判找到解决之道, 而不是依赖军事对抗。 各方需要认识到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 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